帆帆来本港 下个月6日就是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 重头戏之一的抢包山比赛 今年改赛制新增一个超级区 摘下来的包可以得到12分 不过去年胜出的选手就说 不会改变比赛的策略 杨家俊是看过 要参加抢包山比赛 无论你是初歌还是常客 都要接受并且完成攀爬包山 以及防堕安全训练 今年抢包山比赛 吸引了大约200名建议参加 但当中只有9名男选手 3名女选手 可以通过下个礼拜日的选拔赛 参加在5月6日举行的正式抢包山比赛 今年是抢包山比赛的10周年 以往包山所摘的平安包 最低得1分 最高可以得到9分 大会今年在包山最高位置 新增一个超级区 会摆放500个12分包 但去年胜出赛事的包山王和包山后就说 不会改变比赛策略 都是尽量拿一些高分包 今年有些12分包 尽量去抢 你知道数量比较少 如果计12个人来分 可能分得很少 尽量拿到12分和9分的包 才能下来 多了一区叫12分区 但其实形式一样的 都是要最快上到最高 拿最高的分 都是加强自己 因为可能现在已经十周年了 可能自己也年纪大了 可能也要加强节奏 一般参赛者都说 登上包山最难就是起步这一下 上去之后沿着线路跑就可以了 亚洲电视记者杨家俊报导 好的 04 Sup 悲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